12月10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冠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指出 自修理風波以來,學生參與激進暴力活動的情況令人感到擔憂 在6000多名被捕人士中,有接近40%是學生 在6000多名被捕的人士有接近40%,即2393名是學生 我們掌握在中學生裏面,差不多有超過300間中學 都有個別的學生被拘捕 這種情況令人非常擔憂 再加上昨天警方也拘捕了一位教師和幾位同學 涉嫌他們會部署一些堵路或其他違法行為 也都在一間中學的附近發現有一些破壞性很高的炸彈 林鄭月娥強調,暴力進入校園會令學校、學生和家長的安全受到影響 所以特區政府已經要求教育局局長對違規教師和被捕教師嚴肅跟進 亦呼籲各間學校阻止學生繼續參與違法行為 要他們遠離暴力,保障學生的人身安全 林鄭月娥表示,自修理風波發生以來 特區政府一直用心聆聽市民的訴求和意見 也希望做出有誠意的回應 但這個回應不能偏離法治原則或者一些必須要堅持的底線 對於部分忘顧法治的訴求,特區政府不會答應 如果是偏離法治的原則,譬如要求特區政府要特赦 換句話說,要釋放所有在這次事件裡被捕的人士 剛才我都提了一個數字,今次被捕的人士超過6000人 而涉嫌犯的刑事罪行亦有不少是很嚴重的 縱火,擁有極度危險的爆炸品,襲警 以致危害人的生命安全 我們怎麼可以完全妄顧法治 是為了要作一個回應呢 而是滿足這個訴求呢 所以對於違反這個法治的精神 踐踏一些重要的原則的底線 我們都是沒有辦法可以作出這個回應 但我們仍然是願意去檢視這次的事件 反映社會的問題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邊 香港能夠更有能力 可以抒解市民的怨氣 讓市民有一個更加好的生活 林鄭月娥認為 香港回歸以來 在法治和司法獨立的評級方面 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 這是得來不易的 但有些政治人物不斷到海外 提供一些不實的指控唱衰香港 要求外國政府或者國會 採取一些行動來針對香港的現狀 甚至是一些制裁性的工作 他呼籲廣大市民 及無論政治立場如何的人士 都要珍惜法治 更多精彩 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